他是劉振斌 十多年前一場工地意外改變了他的一生 好不容易靠意志力復健學走路 右腳又因細菌感染而截肢 但獨居的他不放棄人生 開始減回收 不放棄自我 志工更用高於回收商的價格收取他的回收物 協助他自食其利 那些資源回收物是他的經濟收 我們現在就是高於他所得來做一個長期補助 讓他有個生活的一個後盾 主席榮幸做給我們看得到 給我們體感到 很感謝主席 他們心態真的 這樣 與慈濟長期合作 劉振斌不但找到人生目標 也用雙手親近大地 大愛新聞 施宇辰 陳立委 台南報導